优福老师 什么样守面相的父母 对子女的要求就是特别的高 这是父母亲的长相特色 把它列出来 并且给它标个分数 60 70 80 90 分数越高要求就越高 好 先从60 60就已经要求不少了 这个第一个来看 这父母亲的长相 是全骨有力 就是这 全骨有力是 第一次不是说 你一定要吐出来很大 就是觉得这不要捞下去就好了 因为全骨就表示他想掌握 他想要掌握子女的行动 掌握子女的想法 掌握子女的未来一切 所以这种人 通常全骨比较有力的 他管教到有方 他有他的方法 如果全骨无力的 管不动 教不动 好 我们第一个是全骨 第二个看我们的首相 在我们首相里面 母子代表父母 那么这个是代表兄弟 自己 配偶 小子才代表子女 所以我们用手指来看 是用小子来看子女 那你对子女的态度 那一般来讲 像我们的手指上 各位都知道 年纪大了 或者有了一点年纪 这边都会有断断续续的 一些树的纹 有 每个人都有 这只是代表劳碌没有意思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要 要像我现在画的人 有有有 这值得 劳碌 什么意思 因为每个人都有 一定要像我现在画得这么清楚的 它叫做小子的侧纹 这个侧 很像侧字的侧 这个叫侧纹 侧纹要这样子清清楚楚才算 那这个侧纹 如果小子的侧纹 表示他离不开子女 他管子女 他不会放心说 子女 给奶奶住一阵子 跟姑姑住一阵子 放她一阵子 不会 他永远要在她的身边 永远看住她 下面我们看一下 更高分的 80分的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的头上有这种法际线 一般是有平的 有些人这里会肩下来 肩下来我们叫美人肩 美人肩也常看到 这种比较少看到 但是是有 是天生的 当然也有后天的 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法际线的中央 会上上的凸起来的 有这种的注意看 通常都是 类似缺乏吗 校长 校长 这种校长的 教育界里面最多这种的 他很有爱心教育方法 他非常的懂 当然后来后天出现的也算 但是先天这样的是最明显的 就是他非常有爱心 是成功的教育家 把他力道最高分的 就是管的最严 或者要求最高的 那没有话讲的 应该就是法令文 渐渐的显现 法令文 就法律命令 那做爸爸的妈妈呢 他如果不是做大官的话 他的法律命令是对谁 就是对子女 所以表示说 这两个要线很清楚的是 对子女的法律跟命令 所以叫法令 那这法令一般在 在三十二三岁的时候会出现 当然因人而异 通常三十二三十三左右 就渐渐渐渐的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当然还看你自己有没有美中 有没有胶原蛋白 这是一回事 就是如果你有出现的话 最好左右要一致 不要一边深一边浅 或者一般长一般短 或者断断续 这表示你还是管不动 你的法律命令 没有人去遵守 一定要长 一样长 一样深 但渐渐渐渐渐有的话 他这个管教方法 他管教得法 而且要求很高 他的子女 他真的未来是成龙成凶 好 对